3 2 1 请捐赠 好 谢谢原展科技 数位学习有多夯 透过萤幕点点点就能串联全世界 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原展科技许超玉总经理 带着学生分组进行数位学习 点出新世代 数位学习已经是进行式 原展科技公司主重捐赠1044万元 购买触控萤幕 让新北市的智慧教室 能够有白板功能重步触控萤幕 让资讯科技加强智慧教室的设备 我们原展科技跟我们的母公司原钢科技 从事教育科技这个事业 到今年已经27年了 那这么多年来 我们除了以我们的产品来服务 我们的学校的老师 辅助他们教学 还有帮助小朋友学习 那基本上我们这么多年来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长期关怀 我们的弱势教育 还有推广我们偏乡的延聚教学 那他有一句话叫 所以我们取自于教育 我们也用感恩的心 来回馈教育 数位学习已经是进行式 尤其新北市浮原广大 借由原展科技的捐赠 智慧教室都能在高速网路下 进行云端及多视频智慧教学 让教学和学习能够精彩多元 协助学生更适性发展 结合我们的智慧教室 我们的智慧教室 这两年投下了五亿 建构了455间 再加上这161台人 来投入智慧教室 未来我们新北市在 整个建议智慧教室的能量 就会达到615间 让智慧教室 可以在我们的边乡 在我们度费形态里面 让孩子们的学习 非常的数位化 也非常的迅速 原展科技也表示 用科技辅助学习 是公司推广的目标 透过为学校提供 全方位的数位设备 打造学生的数位学习环境 记者林立如 吴志恒 板桥报导